今天我们编织像扇子一样的花朵 扇子也可以 张罗扇也可以 这花朵很好看 这个背面 5针5针一个扇子 所以我们起针要起5的倍数 你要织多少朵花你就织多少针 我是5针5针做一个花朵的 身后已经起好了 我们开始编织 第一排 全部编织正真 就是配色 花形配色 两方式配色 你喜欢怎么样的颜色 你就拿两个色相配 它会编织出不同的花形和感觉 我编织呢 我编织呢 喜欢留到下一排就编织 当然你这哪一排编织就是对的 我喜欢留到后面的编织 这里全部是打反针 第二排 第三排 第三排 一共要编织八排 我要编织八排 然后我们再放黄色的线来编织 扇形的 好 第八排已经编织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放黄色的编织 扇形花 这两针是蓝色的不编织 一边编织 我们到这排的第二针来编织 第四 第四 一二三四 再来 这线要拉平 好 再撕两个针针 这到原来的完 我现在再撕一针出来 这个就是打一个下针 然后再撕一针 再撕两个针针 撕两个针针 然后我们再从这里再撕一针出来 这一针有点不好撕 我们可以借用随便的 这根线帮助它 先帮助它 支一针出来 帮助它拉出来 拉出来支一针 第一个的扇子花 我们就编织好了 再隔三针 划过三针 先拉过来 好 再手第二针 一二三四 第四个 先拉平整 再撕两针 正针 再动一个缝隙 再拉出一针 再撕两针 再撕两针 第三针 这样针借助这边 这个半针来编织 会好编织一点 第三针 第二个扇形 就编织好了 再过张针 现在我们开始编织反面 反面蓝色的线 我们是跳过的 我们是编织黄色的线 蓝色的线跳过 编织黄色的线 我们来编织 二变一 这针 这我们刚才调过来的 也就是这一针 二变一 现在我们要撕下针 一针 再二变一 一针 就是手个减针法 因为刚才这一针是我们夹上来的 走的是减针法 编织 再一针 然后 这里跳过 蓝色跳过 第二个花形 二变一 这线 这里走错了 跳过了之后 要把线倒过来 这个线要从后面走过来 然后再从这边 绕回去 然后再R变一 一针 R变一 一针 R变一 一针 好 蓝色的调过来 花形 黄色第二排就编织好了 我们现在该再来看花形 这边我们就要打蓝色的线 好 这边我们全部织蓝色的线 第一把的扇形花就编织好了 这蓝色的线要编织至上针 也就是圣针 一样的 一样的蓝色要编织 我们再编织这个八排 然后再编织第二排花形 第二排扇形花 我们再编织八排的蓝色线 我们再编织八排的蓝色线 我们再编织年火 包装 一样的那个 咱们会变得到 现在我们第二排编织好了 我们来编织第二排花形 调过这几针我们就不织 然后我们要在这排 这三针的中间挑花 所以说我们要再编织这一针 编织一针 先拉平 然后归一针 一 二 这针 一 二 三 四 再编织两针 一 二 再编织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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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再编织一针 一 二 再编织一针 先拉平 再编织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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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也好滋一点 滋一针 这样白的花形就滋好了 反面跟刚才是一样的 这针不滋 两针 并一针 二合一 一针 两针并一针 一针 两针并一针 先绑过来 蓝色的布编制 这针错了 两针要并一针 一针 两针并成一针 这里是一针 两针并一针 一针并一针 一针并一针 先捞过来 刁摆花型编织就好了